我都说过了 没有新的内容 不再回应核电议题 核受董事长佟子贤 掀起民进党核电废存讨论后 态度趋于低调 跟之前差很大 只是惋惜说 这样子的一个 基本上还可以运作良好的设施 就停下来 台湾发生一次核灾 你要不要想象 万一发生一次 这个彗星撞地球怎么办 谢谢 希望会有枯子拉跑来地球 佟子贤变了 难道是因为气候变迁 对策委员会 月底将召开首次会议 而里面就有不少挺核派 像是李远哲表态支持 佟子贤赞同使用核电 还有彭启明更表示 核能是减碳选项 而相比之下 同样是负召集人的郑力军 显得单打独斗 核安要确保核被料 有解放的两个前提底下 那么才有可能来进行 社会要不要继续 让核三运转的 这样的社会讨论 核是一个工具 核不是一个信仰 核能议题持续讨论当中 但电业法争议已经告一段落 立法院二十六号三读通过 电业法第四九条修正案 增订电价审议会委员的组成 里面专家学者民间团体 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以确保电价审议决策 具专业以及公正性 也让民众期待电价审议机制 朝更专业透明方向迈进 三立新闻林书贤阳紫玉台北报导 三立新闻